近日 西安市加快速度拉人到異地隔離 日夜可見大巴車進出小區拉走居民 3號有網友發視頻顯示 位於榨水線的隔離點 連床都沒有 只能打地鋪睡覺 還有一處高架橋下的隧道內 已經準備好很多床 作為隔離點 拍攝視頻的網友忍不住苦笑 據瞭解 目前西安所有酒店都已飽滿 正在加蓋方藏醫院 部分居民被拉到公租房、安置房等隔離點 不少人反映設施很差 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1月1號聲稱 西安元月4日必須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 但市民們都不相信 網上視頻顯示 西安南章村、城中村居民物資不足 4號凌晨 很多村民在寒風中等待 只為一包掛面救濟 長安區夏北梁村的救災物資被私下分刮轉賣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 採訪報導